警方守着盾牌与上千名员工爆发 整体冲突广州收尼厂 公众人们担心公司撤出大陆 犯网不保 日本收尼因不堪亏损 宣布以三元台币卖给深圳的 欧非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消息一出不少员工担心被裁员 更忧心就算入期接手 自己的权益会受到影响 外籍的 台籍的 韩籍的都有 大陆的也有 大陆有些小厂 由于受到手机照相的普及 相机等相关领配件市场萎缩 撤资是不得已的决定 而不光Sony 美国可口可乐 也有一将三十间大陆 负责评装业务的厂房 抛售给本地企业 消息一出同样引发罢工暴动 面对今天不景气及大陆人工成本升高 重重因素 外资相继撤划所引发的抗议事件 让外界已经相当关期 记者影片与综合报道